好 解放在彰化市民生路的三名市場宣導 在市外要全程戴口罩 包括購物的民眾 還有攤商通通都要 圓景拿著大聲公放送 就在圓景宣導的時候 有一名攤商 圓景一離開 就把口罩拉到了下巴不聽勸 圓景宣導繞了一圈之後回來 他依然如此 直接開了一張告發單給他 除了攤商被開單之外 還有一名理性男子在火車站前面 也沒有戴口罩被民眾檢舉 圓景到場的時候 已經先給他一個口罩 沒多久又接到民眾報案 同一個男子沒有戴口罩 給他口罩還不戴 圓景也是立即開單告發 依照傳染病防治法 可以求三千到一萬五 就是擔心沒戴口罩 成為防疫的破口 警方還刻意宣導 勸導不聽就會開罰 TBS新聞 陳志仲 吳淑平 彰化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